好,012161条 那我们想从这条vt的curve 想x是 initial point 然后x去Y,y去Z,z去X 我们想知道以下的分别 你见到123的题五号里面 相信义游都没有变抑或是不能消失的 是不是升高的,是不是能够进行 所以我们就要再想多一点 到底在同一幅VT Graph里面 如果是高点的Presture和低点的Presture的分别是哪里呢 我们先看看这幅图 现在这幅VT的Graph 如果是正比关系来说就是黑色的这条线 如果它的Presture不同的话 就自然会在条线上 都是有一条大一点的Slogue穿过零零 有一个小一点的Slogue穿过零零 它们分别是不同的Presture 那我们怎知道它们的Presture是分别是怎样看的呢 那跟之前的Presture是一样的 都是先把Constant Volume 如果Constant Volume的话这条线 我们就看到红色的这条线出来的Temmetry 是在一些相同的Folm情况之下 蓝色的Temmetry就高点 那就是T1大过T2 蓝色的Temmetry大过红色Temmetry 如果是在相同Folm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就猜到了 相同的Folm Temmetry要高点的 肯定是高压力 压力大压力 压力越大Temmetry就越高 压力越小Temmetry就越低 如果是相同Folm情况之下 我们都要温书吧 如果这张图图是Folm和Temmetry 如果是in degree Celsius的话 黑色的这条线 就变成了这条线 它就会 去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273度 OK 所以Low Pressure 就是这条线 蓝色的这条线 它都会在这条线 双加 所以我们去回这条问题里面 如果Folm和Temmetry的关系的话 我们把这条线 Low Temperature 和High Temperature 进去 你就会看到 X 去Y 的时候 在同一条直线上面 即是它们的Pressure 没有变过 当Y 去到 Z 你会发现 去一个High Pressure 的区域 即是Z 去到High Pressure 所以这个就是对的 而Z去到X Pressure 是否减少 对 减少了 所以 1 2 3 都对 所以答案 就会是E